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Olderman 今天我們來玩我們的深海大獵殺 我們之前玩了一個試玩 就發現反應還蠻熱絡的 還蠻多人看的樣子 各位好像對於追蹤遊戲還蠻有興趣的是吧 所以說今天我們來推出 算是第一集吧 試玩是第一集 算了我們就算第二集好了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把它當第一集 試玩歸試玩 這是我們今天深海大作戰的第一集 好不好 那我看到有兄弟建議我去海洋玩看看 好啊我們今天來玩海洋的 它有分三個 一個是淺灘 不是淺灘啊 一個是池塘 海洋 還有深海 我們今天來玩海洋 那海洋的話 這隻有一隻看起來像死人魚 然後這個看起來像是 我也不知道欸 它的名字叫做 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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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 Re...Re...Pol... 不會唸 不過這兩隻呢 都是免費的 都是free的 所以說我們今天來玩看這兩隻 到底有不有趣 那它這兩隻呢 有附一個技能 欸各... 欸不是各一個 這個一個技能 這個是兩個技能 那這個的技能呢 大概意思是說 它每... 每一個時間點的攻擊 應該說時間之內攻擊到敵人的話 都會加30%的... 傷害吧 還有咬擊的速度 應該是這樣啦 Everytime 就是... 每次的樣子 每次施展攻擊 還是咬擊 都會... 都會增加攻擊傷害跟速度 咬的速度 好如果有錯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幫我稍微解釋一下 抱歉我的英文非常的差 所以說我能大概以我自己的理解能力去看這個技能 然後呢第二隻呢 它這隻應該是講說 你的速度決定於你的傷害 是這樣吧 呃... 可能是說你游泳的速度 的類似的最... 第一下 攻擊 會影響到你第一次的基礎傷害值 最大是加250%傷害 所以就有點類似像是... 跑很快然後來個最... 來個大強力一擊的那種感覺 好應該是這個意思 然後呢這個的話應該就是非常簡單啦 這個技能應該就... 這個我不知道是被動技還是主動技啊 我忘記了 反正呢這個技能就是呢 它會呼朋與伴 會有... 你的同伴在旁邊幫你做輔助這樣子 好不好我們今天就來玩這兩隻 啊...那我們現在來玩一下這個叫做 U... U...B...U...B...U...R... U...B...U...R... U...B...U...R... 是這樣練嗎? 不是那個計程車耶 這就是計程車的意思嗎? 算了不管了開始吧 OK...我們現在直接深海齁 那現在倒數321直接進行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怎麼玩齁 OK...我是一隻小小魚 OK...我們現在在... 這不是深海... 這是海洋 我們看一下這可不可以吃 有人說這紅紅的可以吃是不是 蛤...稍微玩一下 咬...欸真的可以耶 不過好...好弱喔 只有0...0.8的傷害 而且還感覺咬不睡的樣子 咬睡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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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搶什麼啊? 你都搶光了我是怎樣... 嘖... 這87搶我的食物 我們只好咬這一隻了 其實說真的他是...他是怎麼放技能的 我也不太會喔 頭有點暈 OMG 咬住嗎? 一直連點嗎?咬住他 這可以吸...一直咬一直咬 不管了...左鍵就一直咬一直咬 快點快...一直連續點就對了 咬住 啊...右鍵把它吸下來啊 啊...吸下來就有經驗值了 好吧 我太...太久沒玩了啦 我的天啊 啊... 啊... 哇哇哇哇... 才剛開始就有一隻很兇殘的 想要把我吃掉 可以不要這樣嗎? 嘖... 我們現在這種很小隻的魚 只能躲在這種... 啊...很可憐的石頭縫裡面 你知道嗎? 狗嚴殘喘 啊... 躲這裡也沒有食物可以給我們吃啊 啊... 各位看到右下角那個綠色的進度條 那個是我們的... 力氣 啊...加速的力氣 喔...喔喔... 有有有有...這我的 欸... 好多小魚兒 嗯...是我的 不要走 不要走 你咬他我咬你啊 啊... 你咬他我咬你啊 欸...別跑啊 啊... 嘿嘿嘿嘿 螃蟹會不會... 會不會跟我們互咬... 欸會耶... 而且有點痛 欸...有有有...你看 為什麼我們上面那個條出現啊 啊... 咬一般的海藻類生物 並不會讓你有這個技能的被動技效果 我大概懂這個意思了 那個... 藻類的啊... 咬藻類不會有這個加成 他只能咬... 咬那種會動的生物 你看... 我咬這個一般般的有沒有 咬的慢就算了 然後又沒有... 又沒有那個被動技加成 好爛喔 而且我現在等級又變大隻了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挑那種會動的咬 像是這一隻 欸...你跑什麼 你跑什麼東西 你快過來 專吃藻類似吧 欸...看我頭好暈喔 啊... 說真的這不是很好操控啊 3D的...應該是3D的關係 有了有了有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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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咬越快 傷害越高有沒有 欸... 小壞蛋 嗯... 喔...3級了3級了 快寶快寶快寶 雖然我現在變大隻了 好...但是... 那...那...那隻大隻的不適合我啊 好...我直接挑戰 啊...又是螃蟹太好了 超級CP值來源 欸...他在幹嘛 他在幹嘛 他是不是快掛了 欸...欸...欸...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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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不量力 嘖...這隻我的 這隻我的 嗚...又有螃蟹 螃蟹肉 快點升級啊 好吃 欸...我要吃這個 哇...我更大隻了 唉唷 不錯喔 唉唷 單挑喔 我咬住他...我咬住他 來來來...看誰比較強 誰是老大 我現在什麼都看不見我被抓住咬... 欸...欸...欸... 沒關係...我覺得我咬得贏你 我有這個被動技...被動技buff 欸...不是吧...我咬不死他 欸...我...我把他咬死了...我把他咬死了 喔...我居然把他咬死了... 哇... 差點打不贏欸... 可是他...他...他...他太大塊了 好...直接把他吸住 太大塊吸不住 需要把他稍微咬碎一點 有了...有了... 喔...差點輸 這個諾諾強食的社會呢...就是這樣 不是我輸...就是他輸 喔... 我很幸運的活得下來了 然後已經進入等級5了 喔...看起來已經...體積比一般的... 一般的小魚兒還要再大了 喔...欸...又是這一種...又是這一種... 來來來...我已經比你更強了 來呀...一起...一起死啊... 欸...啊不是一起死啊... 你趕快死啊... 呵呵呵... 欸欸欸...想幹什麼 欸呀...來呀...來呀... 來呀... 我加上我被動劑我才不怕你呢... 喔...啊不是很會咬... 我的被動劑... 攻擊速度... 啊...加50%攻擊速度... 啊...應該死了死了... 啊...加150%的傷害... 跟我鬥... 欸...跟我鬥...就變成我的肉啦... 我告訴你... 好看... 欸...快點... 通通是我的經驗值... 喔有了... 等級6...等級6了... 更強了...更強了... 還有什麼...還有什麼可以吃... 我來抓你啦...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嘖... 哇...這隻有點強... 我會不會輸呢... 不是我咬他6滴耶... 欸...他死掉了... 哇... 我好殘忍喔... 來...通通都拿來做雞精... 這種太大塊稍微咬睡一下... 欸...你是吃屁喔... 唉唷... 很...很不適相喔... 在那邊偷我的食物... 欸... 很不適相齁... 來來來來... 抓到你了齁... 我頭又暈了... 哇...他們...他們都會偷吃耶... 他們是...無法生存才偷吃是吧... 抓到你了... 欸... 欸... 抓到你了齁... 這隻也被我咬掉了... 哇...我吃了好多喔... 通通都是我的... 快點快點... 咬... 嘿嘿... 太大塊吸不了... 這些小碎肉都是我的... 等級8了... 我比之前更加強大了... 來來來來... 再吸再吸... 我們來存個100塊到時候買新的... 新的魚好了... 不過...不是今天... 好不好... 不是今天... 再看一下... 100塊可以解鎖... 還有沒有別的魚可以殺啊... 這些魚我有點膩的說... 沒關係... 別跑... 別跑啊... 好吃好吃... 哇... 我跟大隻了... 我10等會不會進化啊... 有沒有... 那種終極進化有沒有... 死人魚進化... 還是死人魚... 啊... 我的臉膠也不要理我... 我剛才往前游了... 哇... 這龍骨耶... 這...死前恐龍的骨頭是吧... 這個海洋還蠻... 蠻... Fashion的吧... 身為一個魚兒... 對我們來說這種... 骨骸... 就是那種世界奇觀了... 對吧... 我們現在可不可以挑戰那種... 大一點的魚啊... 像是那種... 不要... 我覺得我們實際再說好了... 我們挑一下... 跟我們體型差不多相當的魚來玩一下... 不知道的話... 我們都咬小隻的... 沒有挑戰性... 哇靠這個是... 阿龜喔... 欸這是阿龜嗎... 不要吃我阿龜... 欸他... 他卡住我咬他可以嗎... 咬你... 欸看... 阿龜卡住了... 我可以把他吃掉... 欸阿龜卡在裡面... 哇這個BUG太好了... 太好了我可以利用BUG... 把這個阿龜給卡掉... 卡掉之後慢慢的把他玩死... 這是龍龜嗎... 這看起來龜殼... 欸我把他剔開了... 我被踢開耶... 他在咬誰啊? 欸你看他的嘴巴好好笑喔... 哇靠 Cyberpunk... 好兇好兇... 沒關係我也會慢慢咬... 咬你的屁屁就好啦... 咬屁屁大法... 來來來... 我覺得我可以能不能幫你咬... 喔...喔... 喔... 喔...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會被踢出來... 啊~~~ 啊~~ 爛妹~~ 爛妹的哭啦 What the hell 阿龜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呢 想說阿龜還蠻好玩的說 看什麼看 啊算了我們死掉了齁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辦法選下一隻啊 好像可以耶 好吧我們來玩一下 這一隻好了這隻技能是 越衝越快的話傷害越高是吧 然後這呼朋一半 就決定是你了 我們居然被這隻鯰魚給吃了啊 本來可以10等的說 我們試試看這怎麼玩啊 呼朋一半時間 來來來 這個叫做 團結力量之大 按E NO GOING 等一下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我們把他咬死了 好 那現在 這是我的 欸 算了不要吃掉 按這個他會不會跟著我啊 我試試看好了 來跟著我 有嗎 欸有耶這是跟著我的意思嗎 有螃蟹了 快點 一起咬他 哇 就是這樣抓到了 哇他的刀好痛 我們現在只有兩隻 所以說那個是一個被動劑的開關啊 要死掉了 這是一個被動劑的開關 就讓你選擇要不要讓他們跟著你 欸又是螃蟹了 嗨 小淘氣 來吧小淘氣 小淘氣 不過我覺得這隻不好用的點是在於說 呃 我必須 我必須要衝刺 你看這個衝刺 然後再加攻擊 那傷害才會高 萬一沒有衝刺的話 這個傷害就 不是很可觀啦 你看那個被動劑用衝刺的時候 然後我們那個被動劑都增加了 阿放開之後就停了 唉唷 我們不要挑戰這個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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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有有 兩隻咬他 哇瞬間被咬死欸 欸其實說真的 有同伴就是搶啊 真的 雖然 我們肉的瓜分的這個 必須 必須要 必須要就是平均分配啊 不然的話 可能他們會反噬我們 就黑吃黑你知道嗎 這種黑吃黑在魚界裡面 是很常見的事情 好不好 今天呢 我當你是朋友 明天就是敵人了 欸只有肉是我的啊 欸你們都不要啊 分點給我啊 咬不掉嗎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給我金錢值 快點快點 啊 CPC喔 算了 然後頭有點暈 說真的 他這個操作不是讓我很舒服啊 我的頭 有時候看到一半頭都歪掉了 暈暈的跟什麼一樣啊 好我們60 我們有60塊錢啊 耶我們還有兩個小魚 小魚同類 同類有沒有 幫忙 看到前面那隻有沒有 各位兄弟們 上 咬住一下4滴 衝刺攻擊有差 欸啊其他人啊 怎麼怎麼 怎麼會把我丟到這裡 現在才來太慢了吧 兄弟 你們是不是 啊 才剛講你們是不是要故意害我 沒關係再來 我們先存個一百塊 一百塊好 我們先存個一百塊先 然後一百塊來解鎖 我記得那隻魚是一百塊嘛對不對 因為這款遊戲我記得印象中好像說 如果我們離開遊戲前就沒了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沒關係我們可以先吃這個小的 沒關係 慢慢來 我們的同類呢 沒看見同類 好 那我們就來抓這種魚啊 傷害很高 3點多 咬死了咬死了 好 有 我好像錯了欸 我想打不贏他欸 他在逃跑嗎 他在逃跑嗎 是你找我的 你現在在逃跑是怎樣 只是死了嗎 欸我偷好暈 我偷好暈 欸死掉了 死掉了 我們可以把他帶走 咬住把他帶安全的地方慢慢 慢慢的享用我們的餐點 誰都別阻止我 享用這隻螃蟹大餐 來 把他分解掉 物盡天責 這就是等價交換 今天不是你被分解就是人家分解你 好不好 很殘酷的 是吧 分解再來重造 分解就頂多回歸大自然的法則 然後製造養分給海中生物 然後呢 在孕育下一代 你的食物來源 是有機可循的 欸不是有機可循 是可以讓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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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講什麼 反正就是這個海洋社會中 足以生存 你的食物 你的身體不會是浪費的 對不對 好啦我覺得講屁話講太多了 接下來咧 是因為我飛太上面的關係嗎 我看到螃蟹了 繼續咬 快點 我們來試試看俯衝攻擊 這個真的很不好抓 我們要抓準距離 試試看喔 我們現在再續一下這個能量 欸就是這個位置 我的螃蟹玩得很開心你 這怎樣阿 這螃蟹玩這個 排球喔 玩得很開心喔 欸 沒有咬到 我位置我沒有咬到感到難過 你知道嗎 阿算了 不管了 我還是比較喜歡第一隻 第一隻越咬越痛阿 很適合 你幹甚麼 咬死你了 還沒死 去死吧 快點死一死阿 阿不死喔 快捏 而且這裡沒有同伴耶 我覺得如果我們要練快一點 我們必須 要找更多的同伴 欸他們還快肉麵吸到 可是又要被分 又要被瓜分 算了 我們還是自己想辦法好了 而且我覺得阿 螃蟹的這個經驗值好高喔 我剛吃掉了一隻螃蟹的 馬上升級耶 可能是因為現在等級太低的關係吧 我這麼認為阿 慢慢咬慢慢咬 雖然咬得有點慢 牙齒沒那麼力阿 好 又快升級了 這我的 加五 五經驗值 好 我知道了 怎麼都沒有找到同類阿 抓到你了 蛤 我居然會被他吃了 阿 You kidding me 我還沒有存到 一百塊呢 算了我要回去玩那隻魚了 我要玩這一隻 我們看一下 阿不用二十塊就可以買了阿 我們要不要先稍微解鎖一下阿 這個解鎖之後重開會不會消失 應該是不會吧 那我們可以解鎖一下鯉魚阿 對不對 這算有解鎖了嗎 我們先試試看鎖魚好了 來吧 我們是大鎖魚阿 直接扣了錢 我靠阿 這個咬合力 欸 抓到了 哇 終於有一次當一隻大鎖了阿 欸我發現我們是沒有牙齒阿 哇 我不知道他的技能 我沒有仔細看這個技能說 咬住咬住 所以說這到底嘴巴張這麼開 然後那個被動技顯示什麼意思 看一下 所有你的這個什麼五十趴阿 阿 都是全部可以塞在你嘴裡是吧 欸我們已經購買了 所以說這以後重開會不會消失 我不知道會不會 就是你 大魚別跑 你是我的 張最大那個瞬間 然後咬下去 咬住了咬住了 賣照 當個鯪魚也不是很好當的阿 鯪魚哥 這麼旁邊 啊 啊 感覺當了大隻的鯪魚就比較沒有這麼的吸引力了 是因為太大隻的關係就不夠刺激了嗎 或許吧 那這樣子我們可能要被更大隻的生物咬死才行阿 例如說烏龜之類的阿 好不好算了 反正這之後再講 這個之後呢 再看各位有沒有什麼建議之類的阿 啊 這個各位 這款遊戲應該也是非常的久了 想必大家應該都玩了滾瓜爛手 只有我一個菜筆巴 什麼都不知道 好不好 那麼今天的影片呢先到這裡啦 好 我們之後再有機會繼續玩這款深海 深海大獵殺吧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啦 有機會會多出一點 好 那麼如果喜歡影片呢 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後來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深海大獵殺再見啦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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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